在呢 如果你真的要把她拿走 我希望你能珍惜一点 一条破项链 有什么好珍惜的 我就是不爽 凭什么这些好东西都在你手里 何锦西 你别太过分了 这就过分了 苏元熙我告诉你 你手里的东西 我要一点一点的 全都抢过来 好了 你走吧 简西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twelve 刚从疗养院出来的时候啊 锦细她非要拉着我给我买东西 说是看我可怜 想对我好一点 顾总 我可以叫你西城吗 有什么事进来再说吧 不用 就在这儿说吧 今天你和西西逛街了 对啊 回来的时候不得跟你说了吗 我知道你现在手头紧 西西也不喜欢向我开口 她只会默默地承受 如果你以后有什么要求的话 可以直接跟我说 你是她的表姐 也是我顾家的客人 你的要求 只要在合理范围之内 为了西西 我都会满足你 我要说的就这些 凭什么 凭什么所有人都只关心和爱护苏颜希 凭什么 何锦细 你要相信你自己 你从小就比他努力 比他聪明 他苏颜希能做到的 你只会做得比他更好 你还做得比他更好 净 今 好 一 两 三 三 三 西程 你不是说我有事可以随时找你吗 是 你说吧 什么事 暂时还没有什么事 熬夜对身体不好 喝杯牛奶 养味安神 好 为期益 郭花 粉 小心 碎 清白 马上 拜泡 待咑 นน 原来新城这么晚了还要加班啊 他可真够辛苦的 不像你 睡得可真香 你怎么知道他昨晚加班了 昨天晚上 我看他书房的灯还亮着 就去看了赶 我们聊了很久 你们有什么可聊的 毕竟我也是在贺振东身边长大的 虽然贺家没有顾家那么有钱 但我跟西城还是有很多共同话题的 至少比你多 西城是你叫的吗 怎么 叫一声你就心疼了 昨天他还问我 是不是最近手头比较紧 说我如果缺钱的话 可以直接问他要呢 不可能 有什么不可能的 你不信 可以自己去问他呀 我看 再这么下去的话 我就不需要你去要那三百万了 他会主动给我的 好 好 是 不得的 好 不得的 因为摄影